來 光陰凱琳創作者是 萬眾期待的海內光 是在虛擬偶像正式揭曉 最終獲得冠軍的就是 由香港設計師Nike 所創作出來的光陰凱琳 充滿科技感的耳朵和網路線的尾巴 立刻到滿場的來賓和年輕族群們 都為之驚豔 這次虛擬偶像 我們希望用年輕人的創意 打造一個有熱情有活力的偶像 然後讓光世代的無遠佛界 還有這麼年輕的一個好的作品 能夠傳輸到全世界 真的不簡單 因為是歷經長達五個多月 才從五百多件的作品當中脫穎而出 而接下來也將結合中華電信 總是走在最前面的5G服務 打造娛樂新享受 也看到年輕夥伴們 他們充滿了想像力跟創意的表現 那這也是代表台灣的一個未來 在這樣的基礎底下 我們光世代 HINET也會持續的成長 持續的做好高頻寬高品質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一次的 光世代的這個虛擬偶像的 這樣子的一個競賽 能夠讓年輕人知道 我們未來會提供更好的 這樣子的一些 數據網路的頻寬 在未來5G的世界 與年輕人做各種 充滿想像的這樣子的一個夢想 接下來中華電信 還將進一步 將光音凱琳3D化 為大家帶來全新的互動 新享驗 愛達電視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我們明天來到這早上 下午ナウン 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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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